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国 今天是拉尾盘的 迅捷 今天是拉尾盘的 那另外呢 新日新 今天大涨 今天大拨 八九店 今天宝瑞 大涨 那今天长龙呢 我们波动获利卖出 那同时这些股票 我们当初买进的时候 后会三雄一起买 三档都可以 那卖出的话也一样 那你会发现像今天来讲 这尾盘呢 这我昨天都有讲啊 随时会卖 那为什么会卖 他今天变开放 分盘交易结束嘛 结束以后 他原来三万张 今天变三十一万张嘛 那我昨天跟大家怎么谈 那之前法人索码 那被处分分盘交易呢 法人筹码根本没办法动 所以他开放以后 你要去注意 他不能往下掉 往下掉呢 就危险了 那所以这几天 一直提醒大家 不要追 那除非你四月底 五月初买的 像我们这样赚大波段 我说我随时会卖 那今天是卖得很漂亮 长龙也下去了 这几天我都一直提醒喔 因为很多老师一直 一直在讲货柜三雄 我是最不喜欢追价的老师 所以我带会员买进 都是买期长股 那这是有关一些设计 跟IP股 细致财 我们今天的节目 都会慢慢讲 那首先呢 我们先讲大盘 大盘在这里 要不要紧张 尾盘往下掉啊 要不要恐慌 MXC在调整群重嘛 我常常讲 有很多头顾老师啊 半铜水 如果你没有受过法人训练 如果你不了解 法人的一些 内部的一些程序 你根本不知道今天 他调整群重嘛 那所以这里下来 要不要恐慌 那所以这里下来 我们今天跟会员怎么讲 我说今天尾盘 调整群重 对不对 所以有些股票的卖压 并不是真正的卖压 所以今天尾盘 掉了一百多点 不是真正的卖压 不需要恐慌 因为这调整群重呢 上个月就决定了 下礼拜 电脑展 Computers 六大领域 三大主轴 包括什么 云端AI 边缘AI 还有一些AI的综合运用 下礼拜我们再详细 跟大家做说明 或者你也可以看很多包装杂志 那该布局呢 你有没有布局 第一个要跟大家谈 这个地方 不要恐慌 这一百多点 跟大盘没有关系 这上个月就决定了 那还有你今天 你是追涨 还是套牢 还是还没有卖 我们今天卖得很漂亮 这几天一直跟大家预告 因为我很担心 我很担心投资人 多头市场 又赔钱 我说人的心态 在一个多头市场 大家赚钱的时候 最难受的 就是谈得料嘛 所以一直提醒不要套牢 IP股 第一买往上 IC设计第一买往上 新日新 保瑞今天都大涨 那尾盘这个地方 你看今天大盘 6000多亿 这个调整群呢 这里有2000 2000亿 2006亿 对不对 所以扣掉来讲 今天量并没有放大 今天是正常的整理量 那接下来我们回归 大盘 先了解这个地方 不要恐慌 那大盘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条季线啊 一直重复相同的事情 这1月 这4月 那现在来讲呢 接下来是6月初啦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修正坡嘛 什么叫修正坡 不可能永远涨嘛 再一个多头市场 涨多了 拉回整理 叫修正坡嘛 还是一样是多头 就跟这里 1月份 这修正坡 那修正坡通常怎么样 因为之前大涨一段 对不对 通常都会造成 心理上很大的恐慌 1月的时候你恐慌什么 大家记不记得 1月底总统选举完 1月中这个地方 选完不是重挫吗 恐慌啊 最下买点出现了嘛 4月是最近的事情啊 这一天跌了1000点 恐慌啊 最下买点出现了 那这几天这个地方 还有没有 有没有可能 再往下 测试期限 我说有可能喔 但是你要做好准备啊 那这个地方你要出手了嘛 那如果这几天你没有出手 那事实上呢 我昨天讲过 这个地方是IC设计 跟IP股最佳的买点 专注在当下 当下出手嘛 那这个地方我说 它是一个基本面行情 第一个景气对称讯号 这里是绿灯 黄红灯 那这里呢 今天公布一些讯息 包括呢 主技处 调生 今年的经济成长预测 那所以这里是什么 是基本面行情嘛 那操作上呢 你要趁拉回的时候 去买奇长股 从底部赚起 你才赚得多嘛 譬如说 你在这个地方 你买什么 买货柜山雄 是不是大传 在这个地方 我是一直跟大家谈什么 这四月中啊 因为运输列股 一路整理 你对照大盘 大盘在这一段大涨 大涨 对不对 他没去嘛 那这个叫轮涨 对不对 那四月中 最佳买点 是不是在这里 那今天 把货柜股出掉 是很漂亮 昨天还提醒大家 法人索马 所以能涨这一段嘛 这一段大概八九成 但是这里 危险了 不能追 对不对 我都事先提醒了 包括旺海 那所以今天货柜山雄 是卖得很漂亮 那一档一档去操作嘛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地方 它是掉下来 是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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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220 对不对 218220 11点09分 同样的位置 旺海一样嘛 一起带进 一体带出 阳明 是不是也掉下去 这样是不是带进带出 那我们来看一看呢 它往下掉了以后 K线形成怎么样 有没有带大量 要小心喔 因为它还没有解除 所以量没有出来 但是阳明 这个大量 这个大量 沙尾盘 藏黑 你要注意喔 这个位置 这个平台 这个位置 不能跌破 那如果跌破 你手动套牢的 你要射停损喔 那这样子来讲 在这个地方 这阳明价是八成 望海 九成 长龙 35块 带进 带出 那为什么赚这么多 只买七涨股嘛 从底部 赚起 一档一档操作 那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股票 可以去布局 这才是重点嘛 不要追高 对不对 那昨天跟大家谈这个股票 今天又要往上走了喔 不要凑事机会 那大凡在下个礼拜 电脑展 那下个礼拜 有可能测试季限 那接下来呢 什么股票可以出手 这个时候出手 你可能像货柜股一样 一赚 四月中中错 一赚赚一整个波段 那自己要把握机会 我们一档一档操作 我们休息一下 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颇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沉系的法人顾问 吴老师 带您找日迈向财富之路 智库单线 02-2752-5868-2752-5868 陈东斗铺 陈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迎命主轴 第三保证 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2752-5868-2752-5868 欢迎回到现场 这今天报纸的头条 今天经济成长 上修 上修 对不对 写下三年来新高 尤其是在AI 应用 代忘出口 下半年更强 那所以今年 多楼市场没有问题 那最近在跌很正常 因为大涨之后 它一定会拉回整理 那这个叫修正坡 那修正坡你要把握住 1月的时候有没有把握住 4月的时候 这里景气对色讯号绿灯 黄红灯 那这里你要不要把握 上一次我们在这个地方 买货柜山雄 买航空股 买鸿海 买一大堆都是在低档买 往上 大撞波段 我再讲一遍 这里是基本面行情 基本面行情 警惕对色讯号 经济成长率 这政策 主技术公布的 这不能骗人 那基本面行情的时候 你只要选个股 低档去买 我常常讲 从去年到今年 我一路讲趋势 趋势 主流 低买 对不对 你长期看我节目 就知道 我一直讲这三个 趋势没有改变 那今年为什么不好操作 今年主流很多啊 包括传产 包括电子 但很多投资人会忍不住 电子股涨了去追电子 那事实上在这个位置 最佳买点 货柜股嘛 不是电子股啊 那在这个地方最佳买点是什么 重电股嘛 那偏偏有人重电股 在这个地方去追 结果套牢了嘛 那如果在这个地方 4月你买货柜股 今天我带进带出 是不是大赚 那同样你买这里买重电股 去追的 到现在大盘往上走 你还在套牢嘛 那这个地方 可以买什么股票 那我们昨天标题有写啊 这昨天的标题对不对 昨天说货柜山雄 不要追了 因为我4月第一买 那今天 今天5月31日 这昨天的标题 今天我卖掉了嘛 转播段对不对 待进 待出 事先讲 那昨天跟大家谈什么 IC设计主体 IP股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来讲这几档股票 就跟当初4月中 我跟大家谈货柜股 那有些人还是不敢买嘛 那今天来讲呢 安国整理 拉尾盘啊 神盾整理 拉尾盘啊 逊捷 逊捷 拉尾盘 制圆 下跌 那你要去注意它买点 那给大家看一看K线 有没有道理 那有道理的话呢 跟着我操作 我只会带会员 低买 坐轿 那神盾 目前在这里 2月 3月 4月 是不是整理 要杀各位 到5月底 这里是一个买点出现 那这个地方 他已经测试这个支撑了 那这个地方又是一个最后洗盘 为什么叫最后洗盘 我想投资人 大家比较恐慌的时候呢 最容易洗盘 我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是心理的问题 在大家比较恐慌 不敢买进的时候 通常就是最佳买点 修正坡嘛 那今天呢 拉尾盘 然后你注意看什么 量缩啦 量缩了 对不对 这代表什么 筹码稳定嘛 虽然量缩还有6000多张啊 还是热门谷嘛 就跟之前在这里量缩一样嘛 量缩代表筹码稳定 往上出量嘛 重点是 整理三个月嘛 会不会破底 我想机会不大 那操作上就是这样子啊 低满 当下什么股票可以买 这个叫起涨 安国 这个叫起涨 那如果追在这个地方的 可以不要卖 等它上去 整理末端累累 一样三个月嘛 那迅捷呢 这底部很漂亮啊 大家有没有注意 从90块这里 刚好三波段下跌 有没有 底部形成 往上拉抬 这个地方敢买 这个地方为什么不敢买 同样的问题嘛 这个地方是 资源也是一样啊 智源也是一样啊 IP股 对不对 这是二月啊 四百几块 这跌得更远 跌了四个月 跌了191块 同样的三波段下跌 这个地方阻底了嘛 前几天涨停 那最近在这里做整理 有破坏吗 不破坏嘛 这底部不会破啦 这地方是我们的 那这个地方呢 整理的过程当中 你也可以找机会 去做布局嘛 那另外四星 我说他私募 2382元 亚马逊 有私募 有成功 那所以亚马逊 世界大厂 他的成本都在这里 所以五月的时候 我跟大家谈 2500到3000 是底部 这不破 不破 那目前在这个地方 他今天拉回 那这种股票呢 你就逢低买嘛 那今天刚好有拉回 那这个地方 底部是确立的 最涨小套啦 逢低义也就没有问题 那M31 金星科 都一样 就不重复了 那我今天跟大家谈 IC设计 谈 西制裁 对不对 那另外生技股的保瑞 今天也退去 今天也退去 新日新 今天也退去 那先一先 也讲一段时间 一个底部行程 往上走 那保瑞呢 之前这里200块 赚过一次 对不对 这也只能你末端 今天又退去嘛 那是一档一档操作 该买进 买进 该续报续报 该卖出 就卖出 对不对 那你手上如果有货贵股的 把握机会 红高 换股操作 我们休息一下 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颇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 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 财富之路 支付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城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待进一定待出 城通斗铺 拥有股票 奇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城通斗铺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带您回到现场 欢迎回到现场 那这个周末 我希望你节目 从头看到尾 那最近诈骗起床 很猖獗 这才是我正式的 我个人的 Night 可以加入 或者扫描 右下角 那或者 在这里扫描 都一样 有任何的问题 我都尽量帮助你 那尤其是大盘 在这一个地方 怎么操作 那之前在这个地方 你扫描 听进去了 你可以转这一段 那至少你这里 不会去乱追 不会套牢 这个地方你买 重店股市 全部套牢 那今天尾盘 跌一百多点 紧不紧张 那二面C 要调整权重 你要了解法人 我是最了解法人 的投资顾问老师 一档一档操作 像今天 我们就很漂亮 货贵三雄出掉了 掉下去 旺海 同时买进 同时卖出 类类是掉下去 那刚初在四月中 运输类股 揚明 是法人台教 旺海 藏龙 卖掉 今天掉下来 九成 藏龙35块 揚明八成 大量 藏黑 所以操作上 你要小心 航空股 也卖了 对不对 虎航 卖了又往上走 没有关系 那你把资金抽出来 你才能做其他股票 像CPO 上权卖了又往下掉 那你去追华星光 也套牢 道场跟拉塔 你要一档一档去操作 这当初你像神盾在低档列列 安国在低档 那结果呢 他是往上走 能不能赚到钱 那资源也往上走 那是一档一档操作 那之前四月份 大盘重挫的时候 跌了接近一千点 这四月十九 是不是最佳买点 这细月才高的标题哦 扎扎实实 法人的观点 那四月十九的时候呢 户贵股 到现在是不是大涨 那接下来 还有什么股票可以出手 这才是重点嘛 这已经涨上去了 已经涨上去了 那很多股票呢 你要做一个领航者 而不是追随者 去跟人家追涨 那操作上你要注意 还有没有这一类的股票 那下礼拜 相当关键好店老展 但你经常布局 效率操作 战胜大盘 谢谢大家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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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